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20章 最后的海上之旅 在离开奶酪岛之后,我们又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了好几天 这几天里,周围依旧除了海水还是海水,既看不到陆地,也看不到别的船只 我们的眼睛都快因此而变得麻木了 正当我因为太过无聊而开始打瞌睡的时候,一个船员突然惊叫起来 原来,我们的船进入了一片从未见过的黑色海域 虽然之前在奶酪岛碰到过白色的牛奶海水,可这黑色的海水还从没见过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这很奇怪 同时,我们还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美酒的唇香 于是我咬了些海水上来,大胆地尝了尝 嘿,是酒,而且是品质上乘的美酒 这下大家都兴奋起来了,连忙找来各种器具,从海里打了些酒上来畅饮起来 有的人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器具,就直接用手捧着喝 很快,大家就变得醉醺醺的了 然后,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有的人在梦里还在喊着干杯,干杯 看来,这片九海带给大家的不只是酒,还有赶走船上枯燥生活的欢乐 等大家醒过来的时候,又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这回可不是什么欢乐的事情,反倒有些让人心生不安和恐惧 因为此刻,我们的船被许多鲸鱼团团围住了 其中有一条无比巨大,即使把我们所有的望远镜都用上 也很难看得清楚它到底有多大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些鲸鱼就开始发动攻击了 尤其是那头最大的鲸,轻轻一动,就在海里造成了巨大的动静 让我们的船猛烈地晃动起来 接着,这头鲸朝着我们的船,张开了那巨大无比的嘴 之后,我们便听到一声巨响 船上的桅杆和蓬帆之类的全断了 而此刻,船就像一条小鱼一样,被大鲸呼吱一下吞进了肚子里 所有人都害怕地惊呼起来 等周围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点燃了火把 接着,在旁边发现了好多小艇、游轮、商船 以及不计其数的船锚、救生圈、舵盘等 看来,这头巨鲸吞下的东西还不少 真是个饥不择食的家伙,而且还是个大胃王 在短时间的平静之后,恐惧感再次涌上心头 每个人都诚惶诚恐地看着黑漆漆的四周 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出去 当然,我也不例外 不过,和他们比起来,我是一个更有头脑的人 才不会漫无边际地乱想一气 而是先观察了下四周的情况 大致判断了目前所处在鲸鱼身体的什么位置 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附近还有许多被巨鲸吞进来的人 数量加起来差不多有两万那么多 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显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接着,我发现这头巨鲸每天有两次钻出水面透气 有两次沉入海底睡觉 因为它吸水的时候 我们的船会被吸进来的海水和海浪顶得很高很高 就像长潮一样 而当它把肚子里的水呼出去时 我们的船就像遇到退潮一样 降到了它的位底 知道了这点,我们就有逃生的机会了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害得弄清楚聚精透气和睡觉的时间规律 这样才好做出具体的逃生计划 为此,我们不得不忍受了好几次的退潮和涨潮 在一切都清楚了之后,我制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 那就是先找两根最长的桂杆绑在一起 然后趁着退潮的机会走到巨鲸的嘴那里 等巨鲸把嘴一张,准备透气的时候 我们把那两根桂杆往他的嘴里一撑 这样一来,巨鲸就没有办法合上嘴巴了 而我们就可以趁机会划船出去了 我的这个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大家马上行动起来 很快,桂杆绑好了 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 当周围再一次退潮的时候 大家纷纷快速向巨鲸嘴巴的方向跑去 赶在他张嘴之前到达了那里 接着,那怪物就如同往常一样张开了嘴巴 而早就准备好了的我们也毫不犹豫 连忙将绑好的桂杆往巨鲸嘴边一撑 嘿,桂杆的一端穿过精的舌头 抵住了他的下额 而另一端正好撑住了上面 这样一来,这个大怪物就如我们所愿的那样 乖乖地张着嘴不能闭合了 这时候,大谷的海水涌了进来 所有的船只也都浮了起来 我们连忙上船,齐心合力地搬动讲板 驾着船快速地逃了出去 重见天日之后 我们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想知道自己目前在世界的什么位置 在经过众人的一番仔细观察和激烈讨论之后 我们确认现在所在的位置叫离海 所谓离海,意思是被围在大陆里面的海 它的四周全是陆地 所以和别的海域是完全不相连的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光靠坐船是不能到达别的海域的 只能先上岸,然后再想办法离开 于是我们全力以赴 把船划到岸边,然后纷纷来到陆地上 我是第一个跳上岸的 可我脚刚一落地 一头巨熊就挥着爪子张着大口朝我扑了过来 好在我有无数捕熊的经历 对付这头熊还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的 可能是我太久没有杀生 这次竟然起了善心 只是紧紧地抓住熊的两只爪子 并使劲捏着它,让它动弹不得 而不是直接让它去见上帝 最后这只熊受不了了 哀嚎着示意我放开它 而我也乐意放它一马 便松开了双手 看着这个倒霉的家伙灰溜溜地逃走了 这回,大家可以安心上岸了 在一场真情流露的告别仪式之后 人们各自散开 朝着自己家乡的方向走去 而我也一样 又是一番路途颠簸 我终于回到了家乡 刚一进门 我就收到了一位好友送来的礼物 而这个礼物 就是之前我和你们说过的 用猎犬皮做的短外套 对了,有一点我大概忘了说 那条猎犬是我养的母猎犬生的 这只母猎犬我在前面也提过 就是在追兔子时生小狗仔的那个英勇母亲 这条猎犬完全继承了他妈妈的优点 并且轻出欲蓝 表现得更加出色 所以他死后我伤痛欲绝 很长一段时间都足不出户 更别说出门打猎了 后来为了纪念他 我便请人用他的皮做了一件短外套 也就是我回到彼得堡时朋友送来的这件 在之后的日子里 每当我出去打猎 我就穿上这件短外套 后面的你们也都知道了 就是短外套会把我带到正有野兽出没的地方 接着 纽扣会自动飞出去 把野兽打死 而我连猎犬和猎枪都不用带了 回乡之后 我就去拜访我的各位朋友们了 太长时间没见 甚为想念 而他们也是一脸真诚地欢迎我回来 然后兴致勃勃地让我讲一些探险故事给他们听 当然 这个愿望我是一定会满足的 就像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一样 好了 说到这里 我的探险故事也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当然 我的冒险生涯并未结束 它将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我生命的终结 不过 我很欢迎你们以后来我家探访 那样 我就可以讲更多的故事给你们听 至此 请祝大家永远开心快乐 享受生活的每一天